大家好 我是风行先生 今天我们来聊黑洞 科幻作品中的黑洞 可以穿越时空 可以穿梭星际空间 遨游宇宙各地 甚至是无数个平行语度之间 来回进出 黑洞 真的那么神奇吗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 什么是黑洞 黑洞 是一种类星体 类星体这个称呼 是由美国天文物理学家 邱红毅发明的 适用来称呼难以理解的天体 而黑洞这个称呼 来自于美国物理学家 罗伯特亨利迪克 但是 有人认为是一名学生 发明出来的黑洞这个词语 这位学生 在美国理论物理学家 约翰 阿齐伯尔德惠勒的讲座上 提出了黑洞这个词语 于是惠勒 就采用了这个学生的说法 所以说 黑洞这个词语 并不是惠勒发明的 值得一提的是 惠勒与 奥格布尔 弗朗克尔 一起提出了原子核裂变的 液地模型理论 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他参与了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 他也是美国清弹装置的设计者之一 惠勒说 黑洞教育我们 空间 可以像纸一样 被揉成一个无穷小的顶 小到时间 会像火焰一样被熄灭 而我们之前 所以为神圣的 不可变的物理法则 再也不是那样 惠勒虽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 但他的两个学生 分别是 李查德贝曼在1965年 因为对量子电动力学的贡献 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而另一位学生 吉普索恩 却晚在2017年 才因为对 Legu探测器 及引力波探测的 决定性贡献 获得了 诺贝尔物理学奖 好了 让我们回到黑洞 大多数星期的核心 都有一个黑洞 比太阳的质量 大几百万倍 甚至几十亿倍 黑洞的宽度 最小约20公里 最大几百亿公里 黑洞 是一个完美的黑 不反光 也没有任何反射 切合一片 比你见到的任何东西 都要黑 黑洞本身 并不是一个洞 它是一个球体 类似恒星 黑洞 是由受众正寝的 大质量恒星 坍缩而形成的 那这个质量 究竟有多大 才能形成黑洞呢 如果一颗恒星的核心质量 大于等于 3.2倍太阳的质量时 它的能量 无法抵抗住 自身的重力 重力 就会向中心 无限坍缩 便能形成黑洞 而且 黑洞的中心 就是一个奇怪的点 和宇宙大爆炸的起点 有异曲同空之妙 有人说 黑洞 就是连接 另一个宇宙的通道 这点 我们一会再说 1916年 德国天文学家 卡尔斯瓦西 发现了 斯瓦西半径的存在 在斯瓦西半径中 所有有质量的物质 都存在一个 灵界半径的 特征值 意思是 如果特定质量的物质 被压缩到 该半径值以内 将没有任何 椅子的力量 可以阻止 该物质 自身的重力 把它压缩成一个 奇怪的点 从而形成 黑洞 理论上 太阳的 斯瓦西半径 大约是 三公里 什么概念呢 我们都知道 太阳的半径 大约是 695700公里 也就是将太阳 压缩到 比太阳小 23万倍 才能变成黑洞 而太阳 最终成为 白矮星时的半径 大约是 2150公里 远超 斯瓦西半径的 三公里 白矮星太阳 不能进行 核聚变 因为它耗尽了 所有燃料 但白矮星太阳 能存活上万亿年 比宇宙的年龄 还要长 有科学家预测 白矮星死亡后 会形成黑矮星 但现在的宇宙中 不可能有黑矮星 而且白矮星 会存活 几万亿年 所以 也无法验证 想要把太阳 变成黑洞 那就需要把它压缩到 大约 三公里半径 那地球呢 想想也知道 一定会 非常小 小到 难以置信 毕竟 太阳 都小成那样了 而地球的半径 比太阳的半径 还要小109倍 也就是大约 6371公里 如果把地球 压缩成黑洞的话 那地球的半径 大约只有小到可怜的 9毫米 比我们的指甲盖 还要小 20世纪初 爱因斯坦的 广义相对论 预言了某些 大质量核心时候 会形成 扭曲的时空 这片区域里的所有物质 都无法逃离 包括光 这片不可逃离的区域 它的边界 就是 事件事件 是一种时空的弯曲 阻隔界形 1915年 卡尔斯瓦西对 广义相对论的 核心方程 爱因斯坦 场方程 关于球状物质分布的解释 称为 斯瓦西解 这样的解释 又被称为 史瓦西黑洞 这是一种 静止不动 不带电荷的 黑洞 在重力的影响下 黑洞附近的逃逸速度 远大于光速 也就是说 即便是达到光速 也无法摆脱 来自 黑洞 重力上的引力束缚 在远离黑洞的 我们来看 任何想要靠近 黑洞边界的东西 都需要 无限长的时间 才能到达 并且 它的影像 会发生 红移现象 早在 18世纪 约翰米歇尔 和 皮耶西蒙拉普拉斯 就思考过 有没有一种 物体的引力场 非常强 强到 连光速 都无法逃离呢 正如 广义相对论所说 黑洞的中心 可能位于一个 引力起点上 也称为 时空起点 简称 起点 也就是 奇怪的点 是一个 时空曲率 非常大 密度 无限大的地方 黑洞 会吸收 周围的物质 来 扩大自己 并且 无法被阻止 当一个物体 进入黑洞 并接近 七点的时候 这个物体 就会被引力 拉长到 像意大利 面条的形状 史蒂平霍金说 一位太空人 穿过黑洞的 世界世界 并被头顶 和脚尖之间 强大的重力 像意大利 直面一样 被拉长 这是因为 黑洞 七点的引力 对身体 是不平衡的 比如 你的脚 先进入黑洞 脚受到的重力 会远大于 头受到的重力 你会被黑洞 拉成面条 但在观测者的眼里 只会看到 你变得越来越慢 停在世界世界 不会进入黑洞 根据数学理论 你会被 起点破坏 消失在 三维空间里 以二维的形式 存在于黑洞表面 而你的二维数据 可以重现于 三维空间 所以 有科学家推测出 我们的世界 实际是 二维数据 而三维空间 可能只是被 二维数据 所投影出来的 换言之 我们可能生活在 虚拟世界中 也有许多科学家表明 我们 所处的世界 可能 是虚拟的 我们知道 当物体内部的压力 不足以抵抗 自身的引力时 就会发生 重力坍缩 黑洞 是由大 质量恒星的 引力坍缩 形成的 这是形成 恒星级质量 黑洞的原因 黑洞 还可能由 年轻 宇宙中的气体 直接坍缩 形成 宇宙现在自然生成的最小黑洞 也超过两倍太阳质量 并且 有理论说 黑洞 还可以在高能碰撞中 形成 在宇宙射线撞击大气层时 发生的高能碰撞中产生 在大型强制对撞击中产生 但这些 都是微型黑洞 会在10的 负25次方秒内 蒸发 也就是瞬间蒸发 不会对我们 构成任何威胁 我不禁想到 发生宇宙大爆炸的起点 是一个密度和温度 都无限高的区域 那它是不是 巨型物体 坍缩 形成了 巨型黑洞中的起点呢 或者是另一种 类似黑洞的东西呢 黑洞 吞进去的东西 是否还会吐出来 如果会 那是不是像 宇宙大爆炸一样 把物质 膨胀出来 黑洞 已经被科学家 观测出来 2019年 4月10日 自建世界望远镜 发布了全球第1张 黑洞的照片 这是位于 四女座星系团 A星系 也就是 M87星系中间的 超大质量黑洞 M87 是四女座的 巨星 椭圆星系 位于四女座星系团的中心 共有2000个星系 也是银河系附近质量 最大的星系之一 M87星系和银河系 都属于四女座 超星系团 但M87星系是四女座 超星系团的 核心部分 银河系 只是四女座 超星系团的周边部分 所以说 我们 是生活在 四女座 超星系团的 郊区 四女座 超星系团 也就是 本超星系团 至少有100个星系团 和星系群 直径 1亿1000万光年 如此庞大的 本超星系团 也不过是 可观测 宇宙中的 几百万个 超星系团 之一 我们地球 所处的 本星系群的位置 在四女座 超星系团的外围 是从 天 颅座星系团 延伸至四女座 星系团的一个 小小的 星系纤维 M87星系 距离我们地球 大约有 5350万光年 M87黑洞 被电力气体 旋转盘 环绕 它吸击气体的效率 大约是 每天 可以吃下 91个地球 而它的质量 大约是 66亿个 太阳的质量 2022年5月12日 世间世界望远镜 发布了在 2017年4月 拍摄的位于 银河系中心的 超大质量黑洞 也就是 人马座A星 它的直径 约为6000万公里 旋转一圈 大约需要 11分钟 我们 或许感到好奇 黑洞 有什么用途 有人说 黑洞 能穿越时空 黑洞 能星际旅行 这就是 黑洞的用途了 黑洞 能不能穿越时空 或者星际旅行 黑洞 一直被认为是 不稳定的 不可被穿越 一旦进入黑洞 就会被扯碎 我们的生命体 也就会死亡了 我们已知的黑洞 有4类 第1类是 不旋转 不带电的黑洞 称为 史瓦西黑洞 也就是 典型黑洞 第2类是 不旋转 带电的黑洞 称为 雷斯勒 诺德斯特洛姆 黑洞 第3类是 旋转 不带电的黑洞 称为 克尔黑洞 第4类是 旋转 带电黑洞 称为 克尔纽曼 黑洞 也就是 一般黑洞 广义相对论说 一个旋转的黑洞 会产生 一个虫洞 虫洞 又称为 爱因斯坦 罗生桥 它能连接 时空中 不同的点 可以连接 10亿光年远的距离 虫洞 就像是一条隧道 它的两端 存在 不同的时间 和空间 在早期的宇宙中 可能存在 许多虫洞 美国宇宙学家 法兰克 迪普勒 和美国理论物理学家 基普索恩 提出了制造 人工虫洞的方法 有理论表明 只有超光速的物体 可以穿过虫洞 如果你以超光速 进入虫洞 穿越时空回到过去 那么 你不会回到你的 起源宇宙 也就是本宇宙 你只能回到 平行宇宙 虫洞 就是平行宇宙 之间的通道 星际旅行 在 洛伦之可穿越 虫洞中 你可以从 宇宙中的一个位置 快速的到达 同一个宇宙中的 另一个位置 也可以到达 平行宇宙 虫洞 就像是一张纸 把它对折 它原本距离 最远的两端 变得距离最近了 贴在了一起 这两端之间 有一个通道 把它们相连接 这就是虫洞 如果北京和上海 有一个虫洞 它们之间相连接 就好像是把北京和上海 平面化 对折到了一起 虫洞的通道距离 就是北京到上海的距离 这个距离 可能是零距离 因为它是超光速的 北京到上海 以光速来说 就是零距离 虫洞 就像是 多拉威梦里的任意门 可以瞬间到达 地球的任何地方 如果能制造出 供人们穿梭的 微型虫洞 那世界将遍布 虫洞 碰到 到时候 所有的交通工具 都将不复存在 车型费用 也不再需要 世界 真正实现零距离 再也不用担心 堵车 迟到 工作地点太远 租房 住宿舍 异地链 等诸多 糟心的问题 就像 蔡依林的歌曲 《花糊蝶》里面 唱的一样 你可以瞬间 飞去 东京 巴黎 米兰 纽约 只不过 这种情形 需要很久很久 保守估计 人类科技 得发展个 一千万年吧 那比我们 领先一千万年的 外星文明 是不是早 已经掌握了 制造 并使用 从动的技术呢 值得我们深思 如果他们没有掌握 那就说明 从动技术 难以实现 又或者 我们人类 是宇宙中的 第一批文明 我们 和同批的外星文明 在一个起爆线上 你认为 从动技术 何时才能实现呢 总而言之 黑洞 作为宇宙中 最神秘 和最极端的天体之一 吸引着我们 无尽的想象力 和探索欲望 虽然大部分的想象 与科学没有太大关系 但它激发了我们对宇宙的好奇心 推动了人们 对黑洞的研究 1.5 5.1 1.1 5.1 1.2 2